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 作为治国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 推动人权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 中国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 都承认的事实 中国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 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利 当前 新疆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 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各族人民正携手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中国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开展建设性交流与合作 我们认为人权高专办 应公正客观履职 尊重各国的主权 尊重客观事实 同各国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 自觉抵制人权政治化 和搞分裂对抗的行径 不要被图谋遏制 抹黑中国的政治势力利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